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5月6日 星期五 這個鋪王波叔 其實過身了三成年 他 剩下的很多物業 他的家族是繼續默默地沽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其實銀行的洞很大 而且因為當時要供樓 他們因為要頂著銀行那邊 不惜以高息借錢來供樓 當然 借貴錢來供樓 當然那個洞就越來越大了 所以他們要加緊賣一些物業 套現還債 最近有朋友就把價單發了來 據說有幾十億的火 就叫我評論一下 因為我本身離開了香港太久了 不過 波叔很多的貨 其實都是屬於旗欄 習政 一般人 基本上是不會做的 你只要拿出來說 外面的人就這樣看是甚麼人來的 根本 以下釘為主 有很多舊樓 樓上鋪 或是工業大廈 或是外牆之類 所以 我也要跟大家說說 不過未必每個人都會有興趣 還有 最重要的是現在我們想反映市況 其實 經歷了這兩年的 武漢肺炎 很多的物業 持有很多物業的人 如果 借貸的 比例一多 其實也很嚴重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租金 供樓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買的都是借錢的 雖然借得少 但是也要借 鋪位 買家相對的holding power強一點 因為當年他買的時候 他也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首期也超過一半 因為很多人做不到按揭 買兩億東西都是借三四千萬 我跟大家說過了 所以 波叔現在手上那些 高槓桿的 其實也很嚴重 因為 他最初跟銀行借的不是高槓桿 但是後來要還銀行的 那筆數呢 外面借的那些財產 聽聞 最 緊張的時候 要付到30厘去借 當然 那些錢是借回來還息的 目的 是頂著銀行 不要壞賬 因為壞賬銀行如果要收樓 採取打靶就很嚴重 他寧願不讓銀行打靶 也要在外面借櫃 等於借櫃來防止打靶 當然 暫在這個信用來說 他也是維持著他的credit 當然這個是他有當時 逼不得已的下策 從而也可以看到 現在香港的情況 因為 經歷了97年之後 大部分人都沒有那麼薄 因為97年經歷過那時候的 譬如說很多 醫生 律師 專業人士 炒樓炒得很誇張 一個月有20萬人工收入 但是供樓要供50萬 很多個物業要供 例如當時最出名的是 B 中鎮圖 賣了兩億多的物業 全部都跟他舅父買的 他舅父就是九叔羅少堂 問他舅父借錢來買 押了給他舅父 最後 他舅父也沒辦法了 迫著打靶 背下了一身債 當時很多那些 就算是律師 也是炒樓炒到過度 很多律師樓要走路 當時 大家知道 買樓 有錢會放在律師樓的 當時連律師樓也走路 多危險 因為 整個環境 整個市況 人們各個集體 杠桿是極高的 經歷了97年之後 大部分人都不敢那麼高杠桿去買樓 買舖 買寫字樓 全部都不敢了 全部都把杠桿減低 但是因為 整個由2004年開始 舖市 樓市整體全面復甦 所有東西都升得很厲害 等於是開了十幾年長作 令到 波叔的兒子 當時我們也跟大家分析過了 他就覺得 沒問題的 現在低息環境 兩花寬鬆嘛 其實 如果那個低息環境是持續的話 而沒有這個武漢肺炎 其實他們沒有問題的 他們衣冠一定會過到的 可惜 就是遇到武漢肺炎 這個武漢肺炎 是即時使得很多行業 明明不可能會虧的行業 也要虧的行業 例如 令到匯豐 突然間不派息 大家記不記得當年有個集團 或者叫做一個組織 教人家買匯豐 用槓桿來買匯豐 收取高息 盡快達至財務自由 匯豐也不派息 他們現金樓即時轉不行 又要給很多 很高昂的利息 最終 有一部分人就虧本收場 他們 買樓也是一樣 買樓賣店 如果不是遇到武漢肺炎 他們不會全面刺激 當初酒店 當時還沒有防疫酒店的概念 如果早些有防疫酒店 他們就 沒有那麼難頂 我們現在看到波叔 其實那個狀況 已經是沒有之前 那麼惡劣了 原因就是現在的酒店 他可以做防疫酒店 變成很多生意 很多時候可以有錢 有現金樓 相反 他還有大量的奇難雜證 這節我一直跟大家說說 因為 也十分之複雜 當然 奇難雜證的意思就不是那麼容易找對手賣的 也 很大機會可能要虧本 怎麼虧本呢 可能要虧本兩三成 最近沽了很多貨 也 繼續有賣 這個外面就說有30項物業 其實不止的 因為有些很散 一個項目裡面有幾十個單位 有一男子 比如說有幾個地舖 有幾個地舖 有一樓 二樓 樓上 例如這一樓 有一男子物業 放6億 他如果要計赤價 兩萬九元是不可以作準的 因為樓上那些 不用一萬元呎 但是 地舖很貴 另外開圓道 波叔也買了很多工廠大廈 現在 也有一堆東西是在賣的 當然 越大堆的東西 越難搞了 尤其是 那些 工廠大廈 還有舊樓 因為 很多舊樓 例如 佐敦道15號華峰大廈 有一些二樓單位 好像是劏房還是龍屋 我記得波叔有一個是龍屋物業 匯報很高 但是 那個是龍屋 另外 亞加魯街 波斯庫街 堅蘭道西 也有一堆的舊樓 舊樓 萬兩兩萬元租也有 五六萬元租也有 有些是四個單位 那些全部都是用來下廳擠 Lore被帶來的 例如坑庫利市道10號 是過幾個單位 7號、五、六層 10a、五又六層 只是ig prices 那些全部都是下右 這些鏟 masters全部都是下掳 都是適合Wood 發展商的買多點 但是 是要富有錢加上的話 或者是貰賣10年8年 然後 青山道及外鋸田道 loc 禮頓道 通菜街 景隆街 什麼都有 那些舊樓 流旺角道 西洋菜街 彌敦道 華原大廈 尖沙咀漢口道 5至7號 有些天台 有些廣告外場 我想 是波叔會買的 其他人根本也不會買 是他會買來收租的 你想一下 一部外場 這些東西 當然 送給你 你也可能不知道要訂了 還有一些工廠大廈 例如和爾俠道 開源道 柴灣道 等等 還有一些舖位 舖位就是有 8個item 剛才說了 另外也有 德庫道宗 波斯庫街也是樓上舖 上海街 吳松街也有一些 其實 很多物業 一般人買不到 一般人不懂得買的 因為那些是樓上舖 樓上舖 或地盤 或是一層東西 也不齊 可能只有四成五成 五成業權 這些 找對手就難了 我們看到 買這些未必賺錢的 可能要虧本的 大家知道嗎 因為 波叔以前買太多奇難雜證 其實是要花心機時間 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 做得成的 如果做不成 現在要拿出來買 肯定價錢 價錢便會減便監製 例如 之前他也賣過一堆 例如太極樓 太極樓就是 阿士顛道 他買回來 竟然要虧三成 買回來 八成業權買回來 但是因為 八成業權 只是買一邊 買不到另一邊 也沒有辦法重建 只能夠 把部分單位 改建成 酒店 其實也不是酒店 類似賓館 小型的賓館 大家知道 香港很多房子 一梯兩火 他只買了一個號碼 只買了左邊或右邊 另外一邊是人家住宅來的 這樣怎麼經營呢 很難 但也照經營 為甚麼 你就照搭那部電腦 總之只是左邊單位 右邊單位是住宅來的 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不少的 這類型的物業很多 我以前也有 朋友也有假單給我們 例如一落貨 有個號碼 例如10號 跟12號是同一條樓梯的 只有10號 10號那個單位賣 那一整棟都賣了給你 那怎麼辦呢 當然價錢要便宜啦 要不然人家怎麼辦呢 波叔之前也賣過一個 梢基灣公廈 持續三年 要虧8000萬 其實很多這些例子 買鋪不一定賺的 最近 由於 這個鋪位市道不好 加上零售 皮藥 以及武漢肺炎出不了街 鋪位 跌的幅度可能是最大的 鋪王波叔 當然手上拿了很多貨 也未必賺 早期買下很多賺錢 但是後期 幾乎也沒有錢賺 甚至是要虧本賣 不過站在後人立場 沒有了 賺還是虧 也有甚麼所謂 反正也不懂 什麼價錢也好 只要有人買 價錢不是差太遠 不是虧得太多的 他也肯定會賣 民業市道我們怎麼看呢 香港我們認為始終也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大家也不要亂買 因為 現在金管局 已經出了一個很可怕的指引 告訴大家 香港你是要預算有機會被美國制裁 如果被美國制裁 港幣就要脫歐了 大家要想一想 脫了歐的港幣 你拿著那些 不知道是人民幣還是甚麼 這樣的資產 我覺得一些保障也沒有 封圈 有樓的 現在陳早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